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全是这种土山 要不然就这种沙石路还有搓板路 这个地方是非常考验极限越野 也就是这个蒙世脚7最适合的地方极限的越野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车我已经调到了一个最高的高度 150毫米的这个空旋高度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提到了 导致它这个前方的接近角达到了36.7度 后方离去角达到了37.5度 这个数据相当的恐怖 已经比我上一次坦克400FT还要强 那么它的这个越野系统到底怎么样 咱们一起会会就知道了 今天的视频大家也看到的顺序可能跟以往的视频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刚才我也说了 这么一个穿越的路线 我真的不想把时间浪费在静态和内视的这种拍摄上 只想去把这车开起来好好的玩一玩 那么先来说一下今天试驾的这个车型是纯电板 也就是说四轮四电机 最大功率是800千码 最大扭矩1400N 你想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我跟你说就目前啊 我开了这一段路 它的这个电门的控制啊 咱们就统成为电门 我仅仅需要五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的这么一个形成 就可以让这车通过所有我目前走的这些状态 当然我还没有去做一些这个拔高啊 或者是这种比较陡的坡的试驾 一会儿可以去体验一下 那我们再来说另一个黑科技啊 就是这台车它是带有后轮转向的 也就是四个轮都能转向 虽然说在很多高端车上大家都能看到这个功能 但是不同的是 也就是说它要比别的四轮转向更强的地方是 它的后轮能达到10.6度的一个转向比 导致它的半径 转弯半径仅仅是5.1米 这是一个什么水平 大家都知道飞度高尔夫它的转弯半径很小 它跟飞度高尔夫差不太多 你说这么大一个车 在这种工况下 对吧 你加点小头 都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这个10.6度的后轮转向角度对于它来说 仅仅是一个小的黑科技 它还有另一个黑科技 就是说它在有泄性模式 我们现在感受一下 看啊 我现在平移过来了 它的角度感觉还是挺明显的 那么这个卸行模式 大家可能会问了 在什么情况下用它比较合适呢 就是刚才我跟教练也说了 咱们教练说就是在泥地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遇到深坑或者说是线车的情况 你可以用这个卸行 然后把它自动给脱困出来 那么这台车呢 它是带有空悬加CBC的这么一个底盘的系统 整体开起来都是非常稳健的 而且它这个空悬是单枪的 这个枪是非常粗壮的 非常硬汗的感觉 那么整体感受就是非常稳健 然后在这种非铺装路上的感觉都是那种比较柔顺的 而且车内我们四个人坐着都非常舒服 没有这种晕车的感觉 其实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悬架的形式 它是采用的前后双叉臂的这么一个形式 跟以往传统的硬排越野车不太一样 以往呢 这个硬排越野车都是整体桥的这种形式嘛 所以它在遇到一些不规则的路面的时候 可能颠簸会比较严重 但是这个车并不是就是四楼独立行挂嘛 非常的舒服 再来说一下在这个路况下 它的转上手感 它的手感还是比较偏稳重 比较偏沉一点的 但是转起来的手感呢 还是比较绵柔的这种感觉 非常高级 好 我们现在前面有一个小山坡 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800千瓦 1400牛米这个动力储备啊 好 现在往上爬 现在通过HUD可以看到它的角度已经达到了19度 这对于它来说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30 没有任何的困难就上来了 给我们走 刚才我们经历了一个卢尾档的这么一个穿越 其中的项目有一些炮弹坑 还有交叉轴 然后大坡这种的攀爬 整体感受对这车来说 其实是相当简单 因为这辆车大家都知道 它是配前后两把锁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都没有去用到它 比如说我在碰到交叉轴的时候 它因为是纯电板车型 然后四电机的存在 比如说前面轮子 有一侧打滑的话 它这一侧的电机的动力 就会给到另一个车路上 做到一个非常无缝衔接的感觉 而且在这个交叉轴的过程中 我感觉它没有任何的持质的现象 非常惊艳的一个表现 那么在遇到大坡的情况下 这个1400牛米的扭矩 真的是非常的强悍 二话不说就直接上这个 甚至在这个过程中 轮胎打滑的现象也是非常的少的 因为我们用的是延时的模式 延时这个模式 会让扭矩输出更加的属于一个峰值状态 所以说它的爬坡的过程也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整体感觉下来非常的从容 简单来说就是 月圆小白都可以开到这么一台车 然后在这一趟小穿越里面 这一路基本上都是有水坑的存在的 也就是说小的这种炮弹坑 这辆车的悬架对于车身的支撑还是非常到位的 它的这种感觉怎么说就是每一次压过炮弹坑的时候 整车的车身自带控制都是非常平稳的 只是说会有一两下这种车身的浮动的晃动 这是非常合理的存在 整体下来这一趟Tranry 我觉得对于这辆车还是太简单了 就如果说以后我能拿着它 就是去一些更野的地方 去感受一下它强悍的四驱 然后更极限一点的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更有意思一些的 不过今天整个过程还是非常愉快的 经过一天的越野试驾 今天终于结束了 整体来说这车对我来说真的是相当的满意 非常的惊艳 所有的越野路况 虽然说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但其实对于其他越野车来说 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 当然我觉得这台车还没有到达一个极限 那么这台车其实它也是有一些缺点的 但是这些缺点并不是在驾驶层面 而是它的实际使用上 因为它肥大的座椅 柔软座椅虽然说很舒服 但是在座椅调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可能侧门板的水就不是那么方便去拿了 如果说门板的开口或者说座椅 能跟它去做一个协同人工的设计更好一些 那么另一个缺点就是在我驾驶这个车的时候 方向盘它的39点的方向 它是一个金属亮的材质 长时间去过像我这种比较爱出汗的手的话 会留下一些汗字在上面 对于一些比较爱干净的人来说 不是一个很友好的点 当然这也不是一个什么非常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点 那么这两个缺点 其实就是我今天去试驾能发现的这两个点 因为今天我玩太嗨了 没有去乘坐这台车的感受 那么以后如果说再有机会去拿到这车 我再给大家去感受一下 那么总体来说 这辆车其实我觉得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它是一个玩的属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台车 它可以带你去任何的地方 而且增程版纯电版它是有两个车型的 增程版的车型是63万7700 纯电版的车型是69万7700 说到价格我一定要去说一下 因为它在之前成都车展时候 真的啪啪给我打脸 我当时说的价格是60万到120万 大家还记得吧 而现在呢它价格出来之后 60多万连70万都不到价格 但是说实话它其实是有120万的这个价格 那是选配满的情况下 才是一个120万的价格 今天的试价来说呢 这个标配的纯电版69万7700 我认为已经是完全足够用了 所以这么一个价格 大家会去选蔚来ES8呢 还是说去选它呢 这个答案交给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